热闹的镇头绕境 当中最引人注目 就是这群扛教女子团队 玲珑教 寒流来袭还得穿着和服短裙 他们和日本祭典的女子舞教队类似 这12名成员来自各行各业 平均年龄不到30岁 队长表示女子台教虽然辛苦 但希望能借此颠覆外界对于镇头的印象 是比较辛苦 可是因为说我们公主的理念 就是说希望会破除一般人队 一般会参与这种庙会活动的小孩子 都是不良小孩不良少年这样 其实就不是 因为说一个公他如果真的是正神 他是在为民服务的话 那我们就是相信这个神尊 那我们相信这个公主的话 我们都很乐意替他服务 老师然后上班族科技新贵都有 玲珑教是杀戮三圣宫的镇头之一 已经连续五年跟随主神三三国王 到卢主家中安坐和初巡绕境 25号这天 庙方从无期出发夜巡绕境 参与的镇头多达16个 阵容庞大 不过主委表示参加成员得严格遵守规定 不吸烟不喝酒和不吃槟榔 是因为当然有一些新闻介绍一些 就是帮派之类的 那因为我们的都是自己人 然后都是一些年轻的小孩子 然后他们本身就是 我们会规范的纪律会比较严谨一点 不抽烟不嚼槟榔 尤其在像他们排轿的时候啊这些部分 对那是希望给他们就是说有一个休闲 然后正比较正当的一个文化休闲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三圣公王爷从无期如主家中起驾 沿途行经浩天宫慈慧宫等庙 晚上再返回杀戮安座结束一天的绕境活动 庙方也提到透过绕境也替民众祈福 庇佑大家平安顺利 记者中部会台中场报道